这个礼拜的公民特派员是住在台南的庄荣华 庄荣华的作品《我们为水源而战》 记录了台南县东山乡的居民 因为担心乌山头水库上游的垃圾掩埋场 会影响水库的水质 进行了一连串的抗争 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落幕 通过掩埋场的断层 到底会不会将脏水带进水库 专家学者还在调查当中 这周位于台南县乌山头水库集水区旁的 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已经接近完工 居民们和环保团体担心 垃圾场的废水可能顺着通过垃圾场的断层 直接流到乌山头水库 进而影响到整个台南地区的用水安全 当地居民为了这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 自民国91年起到现在抗疫的6年多 不过台南县政府确以垃圾场一切合法申请为理由 继续让垃圾场业者兴建 叫叫好茶水库 大家会来 大家会来 标在这 这是白好顶 标这是白好顶 他如果正确应该是标要标在这哪对 标准这里有什么买出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西线 这条线 他这个度的介绍 他就说这就是断层线 所以说他本来就知道了 结果他故意把这个中所向北标不公立 那准他标正确的 他的环境变过可能就较有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有短层的地方 地层就变去嘛 变去地层就顺利地层的标 所以我们今天先向县长你报告 他的断层确实是经过长指 他如果真的确定他自有断层经过 我当然我当然就是照我们的承诺 我们就不会 就是不发执照的 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立场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这个立场吗 若垃圾厂有断层通过 就不让垃圾厂兴建 是台南现场的承诺 但是这个承诺在民国97年11月 环保局所发出的 准许变更设计的公文上 明显跳了票 在这份公文的第四年指出 说明卫生掩埋厂 若设置于断层带 应分析地盘滑动呈现之可能情况 设置防止措施 也就是说垃圾厂只要设置了防止措施 就能盖在断层上面 村民们再也无法信任政府 所以展开了为期40天24小时的静坐活动 结束海语 周则 线路 日月 大俞 台湾 安保局长 你們做秀會好,對不對? 我跟妳說嘛 是舊的海賓,大家 我們是有幾個 今天聽到你們幾個 我們有幾個人要來 跟幾個台表 你們是幾個人 我們台表是沒關係 我叫兩個在那裡 安保機長很厲害 安保機長很厲害 台灣的安保機長很厲害 沒有啦,那裡什麼 你們有信任嗎? 我們要拜十票 報警是沒有的 報警是沒有的 不然來 你不然要拜十票幾個 我們都沒有,在台北 我們很想要 你怎麼大條 你怎麼大條 我怎麼在那裡 我怎麼在那裡 你怎麼在那裡 海賊不見識 對,但是你最好不要進到這邊來 因為這是他們私人過 所以你進不要 那我們可以外面講話 你怎麼在跟著 我不接受你們的訪問 你怎麼在那裡 我來啊 我來 彭佬教育就跟我說 你要派幾個台表 我們派5個就好了 我來找 結果我出來找 我就點點說什麼人 就沒接到來問 我那個人 他們的頭部 就在那裡 這樣好,謝謝 所以說 彭佬教育 你如果看一個臉書 所以我說 像我這樣 他又在那裡 在那裡 所以 都是像這個彭佬教育 沒有啊 好 你保證意跟我們說 我啦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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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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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不敢不敢 你不敢不敢 應該是照道理說環保局應該是整個政府機構裡面對運動比較友善的 那其他比如說像商什麼工商處啊建設局應該是比較主商開發的 那環保局應該站在比較擋的地位 環保局長看起來不太像這個樣子啊 因為這個永陽這個案子喔 環評是在上一任的縣長的時候通過 不是我的任內通過了 那因為前面就是縣政府已經把它通過環評了 所以我們要處理這個事情要很小心 如果處理不好我們要國家賠償大概要賠他好幾億 為什麼賠償的這樣子一個不利益就可以不用去面對 而相反的卻是要來決定說應該由這個廣大的人民來面對這個水源可能說要污染的這樣一個決定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納悶 就是說你維護的是什麼是縣政府的一個財政 而沒有維護到縣政府他所要去對他轄區這些人民的環境 應該來獲得確保的這一部分的公益 那這個地方我就覺得可能必須要再思考一下 烏山頭水庫上游的這個問題我們會持續關注 下個禮拜要和您一起來關心盲人的世界 因為從明年10月份開始 安慕業將不再只有盲人可以經營了 那麼盲人的生計怎麼辦呢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